国民党怎样输到英美国家都掉了眼镜 蔣介石为何眼睛不肯全力抗日 抗日最后又怎样以胜利告终 大家好我是Vincent 继续由我和Alan为大家送上党师教室 党师教室开伙 上一集我们说到1941年至1942年 其实中国成为了整个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 1943年之后 整个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 就除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 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成功顶过最艰难的时刻 进入到这个发展时期 1944年开始 各个根据地军民对日军展开局部反攻 恢复和扩大很多原有的根据地 在敌后进行敌后抗争 开辟了新的抗日根据地 更多地方努力想办法赶回日本人走 这一年 总共作战两万多次 签敌人数超过20万人 攻克组的完成是二十多座 成功地解放一千七百多万人口 可惜那时国民党仍是采取关战的态度 和反共的政策 在形势转好的1943年期间 国民党环固派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不过在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 之前就被阻止了 但结果就被日本人有机可乘 你又不全力打他 他不跟你阿歇 就因为1944年 鱼双季战役就开始了 其实1944年之前 日本人因为贪心 一边要打中国 还要打太平洋战争 太平洋战争 他们已经要兵分几路 又分别要打香港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尼 和缅甸 还要打当时最强势的英美国家 例如著名的偷杂新诸港 导致日本军力又强转弱 而当时日本就想到要摧毁 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空军基地 想打通和确保战争的交通线 务求尽快占领中国地区 转造长期防守战 所以在这个鱼双季战役 日本可以说基本上全力去进攻 日军当时有25个私团 其实派了18个 和11个女团出了6个 组合了50万的巨大兵力 进攻中国 在这个时候 全世界各国都觉得 国民党基本上是赢硬的 因为始终日本已经是玩到水味 而国民党有美国卖给他们的先进武器 照道理 因为他们的兵力 亦都比日本大 所以其实 没可能会输 谁知道国民党时 就太放松警惕 开战初期还打算保存兵力 想留一些兵 来打自己有 即是共产党 结果日军一交战 国军的指挥混乱 接连败退 日军连占郑 洛阳这种重地 这个结果是出乎日军自己预料的 而中国更加是举角哗然 蒋家石当时 就在日记上写 自己在一场党国胜衰的关键大战 自己感到的是 痛心悲愤 认为战局不利 并非战事作战不利 而是 将领 怕事 无能 为了承担责任 当时31集团军的负责人 蒋炳文 就引咎辞职 虽在国民党流力 变成一败涂地 短短在8个月 没有了146座 7个空军基地 36个机场 总共20多万公里的国土 全部被人抢 国民党 自己都没有了五六十万的士兵 美国佬都不太明白 究竟中国的精英军队去了哪里 而后任的美国驻华大使 克尔利将军率领的美国代表团认为 中国的抗日军队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侵华日军 但是蒋介石将大量的兵力 用在对付共产党 所以 搞到他们自己大败 除了军事上的大败之外 加上他自己统治区里面的经济 其实有危机加深了 因为这个原因 激起了当时每一个阶层 其实很强烈不满 国民党统治区里面 有一个新的民主运动风潮又来了 1944年9月 中共代表林百渠 根据党中央指示 在国民参政会上 提出废除一党专政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之后 周恩来在延安进一步 实施这个主张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当时这个主张 在国内引起很强烈的反响 获得各民主党派 港大民主人士的赞成 成为全国人民奋斗的政治目标 为了实现这个主张 共产党和国民党 还有美国总统私人代表 美方代表 克尔利展开谈判 而且 与美国的 扶掌反共政策进行 坚决而灵活的斗争 成功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力 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发展 这个可以说是当时的分水岭 国民党连番失利受到重大损失 而共产党就成功发展 其实看回当初 蒋介石如果不是以自己利益为首 可能中国历史会完全不同 中国的抗战其实接近胜利的时候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大会 就在延安里召开了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 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刘少奇就说了关于 修改党章的报告 朱德说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周恩来就说论统一战线的讲话 任白时 陈云这些都在会上讲话 七大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 就是 放手发动群众 壮大人民力量 打败日本侵略者 解放全国人民 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为了建立新中国 最重要和最逼切的任务 就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大会就议定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 在政治 经济 文化方面的纲领 提出了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 大会都宣布了 要让有利于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 有一定的程度发展 其实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得出 中国式的共产主义的初形出现了 就不是我们以前常常说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就是阿公的 七大总结历史经验 将党在长期奋斗中 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 概括为三大作风 即上集讲过的整风运动 分别是理论和实践 要结合 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作风 还有就是自我批评的作风 毛泽东指出 共产党人的一切 言论行动 必须以符合 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 简单来说就是 中国共产党要爱国 还要重视人民利益 是以这个初心作为指导目标 七大就扩立了 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党将明文规定地写明了 毛泽东的思想就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和中国革命的实践 两件事统一得出来的思想 就是我们经常说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共产主义开始了 我之前也说了 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完全简单 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这么简单 这是很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就是不是说以前 我们之前几集讲过 在城市搞斗争 原来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 这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中国革命虽然马列主义指导 但当时中国 这是一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大国 很多时候遇到很多特殊 不复杂的问题 如果硬巴巴 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种在外国经验 搬回中国就一定撞板 所以必须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 创造出这样的马列主义 七大就选出了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白时为 中央书记处书记 选举毛泽东 做中央委员会主席 和中央政治局 中央书记处的主席 七大选出以毛泽东 为核心的中央委员会 是一个很高威信 很有影响力 能够团结全党的中央领导集体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 真心胜胜成为党的一把手 1945年的上半年 其实这个战争就打到最后阶段 5月2号 苏联红军 就搞到德国柏林 去到8号 德国终于战败投降 但是西方搞定了 在东方的中国战场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就发动了夏季攻势作战 轮陷区城市里的党组织 就积极想办法 瓦解一些日本 或者我们之前说的 魏满洲国的工作 组织的地下军 准备发动武装起义 配合外内里反攻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发表 波茨坦公告 叫日本人投降 8月6号和9号 美国先后在日本 广岛和长崎的两个地方 投下了一粒原子弹 8月8日 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 之后苏军进入了中国的东北 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 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之下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全面反攻的阶段 当时国民党军 主要是在西南 西北这些地方 而日军在华北 华中和华南占领大部份成阵 交通意图全部都是他们的 这件事 已经被共产党令到的敌后军民 全部包围了 所以对日本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 就交给人民军队进行 到了8月9日 毛泽东又发表了对日购的最后一战 那里面说 就是 延安总部指示和命令 各抗日根据地向日艺军发起 猛烈的全面反攻 很快就解放了 愿意上的城市 多达150多座 终于去到8月15日 日皇御人就宣布 无条件投降 其实 不是无条件的 之前波士坦宣言和开罗会议 有说过 他们是要留住日皇御人的人 不杀他 因为他是主要战犯 但是 美国为了战后 容易统治日本 所以 表示不杀日皇御人 但是 在战后的和平宪法里面 就说明 这人 不是神 他是人 所以 其实日本神道教 就是拜天皇 所以香港人 或是中国人 去拜神道教的神社 其实是很旺居的 去到这里 日皇御人 还在说一件事 他是第一次 做电台广播 日本人叫浴音放送 浴音是什么呢 就是一块浴 就是他的声音 好听的 好像浴 但其实他是说 自己要投降 你看 日本人 奴隶性很强 他说完那时 很多人自杀 很多人有跳崖 其实他那时 是说一个 叫做漢文分读体 简单来说 就是用甲文读中文 其实大部分 都听不明白 但那些人就照样 为天皇牺牲 去到东英大审判 一位甲级战犯 东条英机 审判说 其实做这些军事决定 是谁作主 东条英机 其实很明确 我说过 说到这些决定 所有人都只能听 一个人说 那就是天皇 所以到现在 很多日本人 都不觉得自己有错 就是因为 留下 日皇羽人的狗命 令他们觉得 自己是无输的 他只是被 美国人 扔了两颗原子弹 所以他也看不起 中国人 他也觉得 我没有输过给中国人 日本军队有128万人 就向中国投降 但是在这个时候 其实 也是个小插谷的 8月15号 就投降 到9月初 其实才有个 售行仪式 中间其实猜来猜去 很多事情 例如猜了什么 在中国战区 就是盟军的中国战区 总司令就是 蔣介石 香港的日军 向哪个投降 究竟是向英军 英军是打走了 给日本人 英军现在想回来 接受日本投降 蔣介石就觉得 这里明明是中国战区 打仗的时候 香港也是中国战区 现在打完你说 他不是中国战区 没可能 跟英国佬猜了很久 后来的折冲方案 就是说 蔣介石 委任英军将领的下角 就是我们现在 中环的下角度 我委任你代表我接受投降 其实这个就是 阿Q精神 精神胜利法 就是我和你 争备不行 行了 自己都爽了 自己爽了 中华民族 为了赢得 抗日战争的胜利 其实都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中国军民伤亡 其实累计超过 3500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 呈高达1000亿美元以上 间接的经济损失 是超过5000亿美元的 看回中国抗战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抗日力量 是全民族利益 最坚定的维护者 团结抗战的中流底柱 党在敌后战场的 艰苦条件之下 广泛发动 组织和武装 以农民为主力的 各阶层群众 开展游击战 令日本侵略者 陷于人民战争的 汪洋大海之中 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合共 对敌作战 12万5000多次 消灭了日艺军 170多万人 我是回想 共产党在抗日初期 其实只有4万多人 党在抗战最后发展到 拥有12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 人民军队也发展到120万人 民兵有260万人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面积 达到差不多100万平方公里 人口接近1亿 以上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成就 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础 这都是因为 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央正确判断形势 走向正确的方向 中国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装备 打败了当时的经济实力 和军事装备 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 制造出半殖民地 若国打赢了帝国子与强国的奇迹 令到中华民族 一说前耻 其实当时对世界展示了一个新的形象 要想起当时清朝那时 当时所有中华民族 在人家的印象中是一个若国 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令到中国在国际地位 终于提高了 这也是中华民族如何由衰败 走到轻盛的重大转接点的开始 但是在国际形势上 现在再看看 外患是否停止了 日本人走了 是否完成了这件事 在内忧方面 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完仗 抗完日 但是之后他们的关系又变成了什么 下一集我们又讲一下战后的安排 什么是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是怎样发生 更多是鸿门烟 下一集我们再讲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採 Univers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